今天10月4号 晚上女儿他们就回青岛了准备 本来说明天回去 在烟太住够了 说是不如青岛好 今天晚上回去呢 中午就约着一块吃个饭 烟太有个高大上的自助餐厅 一个人198大概是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烟太这个海鲜自助餐 今天是出洋节嘛 老伴的山友之家 他们聚会 结果呢今天他就不能参加了 我看吃着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 有的是机会 前两个月去大连 大连像这种海鲜自助餐遍地都是 而烟太却寥寥无几 这个海鲜自助餐 是在一个大商场的八楼 现在商场的生意都很萧条 看有很多店铺都是空的 只有餐饮业还是不错 而这个自助餐海鲜感觉异常的火爆 现在是中午11点半 外面有这么多人在排队呢 女婿提前来要号 在里面等我们了 海鲜大餐 可以说海鲜应有尽有 而且品质也是比较高的 榴莲又香又甜 没有一点生果 我们开吃了 这榴莲太好了 你里榴莲是不是特别好吃啊 好吃 它可能加糖啊 比那么多 烤之后的榴莲更加的软糯香甜 来吃饭前 女儿带着小外孙去理发店 把头发剪短 顺便又卷了一个卷 过节嘛 换个发型 一洗就开了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看一下都有什么菜品 我们下期再见 有人认出我来 在餐厅里还碰到了 我的粉丝 在餐厅里还要放在餐厅里 这是味美的三文鱼 这个鱼太好吃了 特别是头部 手打虾滑 和在网上买的完全不同 品质非常高的冷冻榴莲 这是烤制榴莲 鹅肝很美味 但是我一块也没吃 还有这诱人的排骨 只能饱饱眼福 这些也只能是看一看 就带着一个胃 哪能吃多少呢 这是肥牛 各种的小点心 去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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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重阳节 一顿饭下来 竟有四个过生日的 老板还送一个蛋糕 表示祝贺 饭店非常大 菜品的品质也很高 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 我们已经九足饭饱 而外面还有这么多的人 在焦急的等待 民以食为天 这大大的商场 流动的人员寥寥无几 生意惨淡 只有餐饮层比较红火 而这个海鲜自助餐 更加的抢眼 好 张茜茜穿衣服走吧 四点走 你四个小时才看得到 不能把时间搞那么紧张 对呀 回去和姥姥视频好不好 你妈妈和爸爸的手机 为什么要在这儿充电 这样不能充吗 就差那么一分钟 赶紧拿走 不让充了 哎 别等再忘了 什么都可以忘 手机不能忘 可以倒充吗 就是在这样充吧 拿手机倒点的 做麻的吧 谁又不能怪 祖宗一样事情就想着 怪谁怪谁 这哪有什么怪不怪的 不挺好的 回来你就得居家 对呀 这都很正常的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你要你说三号走的话 不是更难受吗 二号走就在家第两天 就是你要提前知道这个事情 你昨天就走了 或今天早上就走了 是不是更难受对吧 来 知道挺好的 这都做好打算了 这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这是不幸中的外省 这期把我们吃完饭了 剪完头了 对 剪完头了 还把头发烫着跳开 亮亮的 嗯 这很好 嗯 好了 好了 拜拜 让你走啊 好了 拿口罩的 好了 再见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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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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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她们吃完饭又去做了核酸 这时候老师来电话了 通知今天晚上八点之前 务必回青岛 需要重新在青岛做核酸检测 希望外孙恋恋不识 我摆得很一样 一 있고요 那里面 你也吃完 我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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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烦